我告诉你 你球都不是 你连个弹毛都不是 你没有资格评价林总 林总他是被蒋介石评为战争魔鬼的人 你算个毛啊 你觉得你算个鸡巴毛啊 你连毛都不是 还评价林总 靠 然后就把彭德怀把刘少奇打倒以后 然后就开始在日毛的鬼 是不是 哪有这样的人呢 这样的人还让我这儿佩服呢 对不对 帮着毛 对不对 住着帮着主子 把刘和鹏甚至把那个陈给搞翻 对不对 然后掉过头来就开始搞主子 对不对 这样的人他妈的 我凭什么在这儿扶他呢 对不对 他就没有资格 他就不配 共产党两大战神 第一战神人标 第二肃欲 有人现在站到那儿 说他比林彪聪明 他比肃欲聪明 你连个鸡巴毛都不是 我鄙视你 滚 我现在要告诉你 你求都不懂 正国籍的人 老毛第一个搞的是高杆 知道怎么搞的高杆吗 知道林彪对高杆的评价吗 辽沈战役 没有高杆同志 辽沈取不了胜利 高杆同志是最好的后勤部长 我给高杆同志点赞 大概的 现在的话说叫点赞 你知道个鸡巴 球毛 我发现你的小子就是个小屁孩 球都不懂 高杆是国家副主席 知道吗 知道高杆怎么死的吗 怎么被毛打倒的吗 你知道个球 老哥 几百位群有在这围观呢 对不对 咱俩谁有风度 对不对 咱俩谁对谁错 就看你 老哥 你自己就看你的为人出身的德性 我告诉你 老哥 不是我在说你的 你已经输了三分了 首先 把咱俩的道理放到一边 就看你这 你这风度 你这德性 你这带人出事的方式 我给你肯定你已经输了三分了 我现在要告诉你 高杆是谁你都不知道 你在这胡扯八道什么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林徒子啥本事都没有 我问你 聊沈战役怎么打下来的 这是你的原话 林徒子啥本事都没有 那我问你 聊沈战役怎么打下来的 回答 我早上已经说了 我不知道你听了没有 像这林彪当时 林徒子当时遇到 那的800多架战机 坦克 重炮 山炮 对不对 23百万部队 知道吧 把这个群里的中等的 中等思考的群用拿去当 东 就是四叶子总指挥啊 照样打败国民党 知道吧 这不是他的本事 这是大趋势 知道吧 对不对 大阵列方向 国民党已经失败输定的了 明白不明白 林彪在思想打得臭的那怂样的 对不对 光说赢的 对着呢 几倍的兵力比较成民人打都打不过 这这这事 你知道不知道 我告诉你 高岗怎么完蛋呢 辽审战役 因为高岗的功绩 他做到了中央副主席 权势很高 但老毛呢 觉得刘少奇权力大了 他想把刘少奇踢下去 那他选了一个人 就是高岗 那高岗一听 主席让他踢老刘 他就愿意踢 其实老毛很阴险 这一点高岗不知道 我来给你讲真实的历史 老毛喜欢是自己用的人 一旦时间长了 他的羽毛丰满就必须踢了 但是高岗是个新人 老毛喜欢用高岗 听着 任何皇帝都会这样 那是苏联派来一个高级特务 知道吧 高级的 等于说苏联 斯坦林派来一个监督员一样的 最后被老毛整死了 知道吧 那是说苏联派过来的 知道吧 等于支部书记一样的 苏联方面 苏俄方面的支部书记一样的 真的 你光你自己知道 别人啥都不知道 你也太自以为事吧 老兄 哎 不对 我看了一下这个海的网名 他叫英景 日语叫萨克拉伊 他如果是个红粉 他不可能用这种名字当网名啊 我让你坐哪儿 别说话 你是胡说八道 小屁孩 狗球毛脚都不懂 老毛让高纲挑战刘少奇 然后老毛去武汉 他在武汉待了一个月 他看看中央有什么反应 老毛发现他错了 因为高纲踢不动刘少奇 刘少奇身边最铁杆的就是周恩来逃住 然后大家一起反他 老毛觉得不对 他觉得这个招有点过分了 所以翻手为银 覆手为鱼 又把高纲拍死了 这样子高纲就被打倒 然后自杀 自杀还没死了 第二回才死了 我告诉你 高纲自杀两回 所以懂就懂 不懂 闭嘴 闭嘴 狗球毛脚都不懂 不要跟我讲中共历史 这个老兄 这个老兄 风速嘛 光速这个老兄 这可能 人到底这个年龄段啊 就认死里了 钻牛角痂呢 你知道吧 其实我告诉你 林彪真不是好人 对着没 咱不说林彪 对对 在这边 供老供这边 就林彪在国民党那边 他也不是个好人 他那个人品不行 知道吧 真不行 知道吧 他不坦荡 一家一家都不坦荡 他这个人品不如胡宗兰 对着没 咱评良心说啊 林彪这个人的人品 他不如胡宗兰